感谢这一段好奇 好 首先其实Google利潤器真的 你如果去比较一下你会发现 它速度真的比较快 那当然i19现在也不错 i19现在也不错 至少i18之前只能说是归复前进 真的很慢 尤其i16 i17真的慢很多 那9确实改善不少 不过呢 Google这边有更多 那么首先第一个 你要建议大家一定要会的 不管你是用i15还是Google流行信 人家会坦克加跟讲 因为那是什么 这样呢 看的不够大 有没有大一点 这样会的嘛 因为有时候尤其各位都是看英文的 是很自然感 所以不要特弃 就是这样就好了 不需要那个网站有什么大中小 自己用就好 这样看就很清楚 所以这个一定要会用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的 它叫做什么 缩放 对不对 这个缩放 那了解吧 那这个i17以后就做支援了 那其他像该要站着火 是找就支援了 就是i15比较逊一点 好首先这是第一个大家会的 第二个 因为你有可能走到哪里用到哪里 对不对 请问 你现在都只有一台电脑吗 有的可能是 但是有的可能 我想工作一台 然后办公室一台 家里面是又一台 所以说你今天用到一半 好 那我可能有些资料 我的资料也好啦 我资料要重复一下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 就 就提供这个重复的功能 当然 你用该的话解也有 就只有i1 没有 所以我现在不得已才会用i1 那这个在哪里呢 你看一下 在我们工具里面 有一个 有没有 在这边 你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他用 请你用哪里的帐号登录 那登录之后呢 那么他就问你 你要重复哪些资料 因为重复的可能是 比如说有帮你存下来的那些资料 那个 感染的帐号 密码 那还有什么 你的书签啊 游览记录啊 这些都可以 好 好 他会透过这样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你就要确定反复一下好了 那我这边是不愿意的 呵呵呵 所以我就不用了 好不好 给你们稍微试开看 在右上角这里 这一个 你可以把它管理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你用的这个版本 就可以跟你家里面的 或者加电脑里面 大家都同步一下 我想 你有连接 因为有时候 啊你就发现 我之前找过一个这样 可是怎么样 这台电脑没有 或者那台电脑上掉了 没有备份大 通通都不见了 对不对 这样就有点可惜 所以 你利用这个方式 它可以帮你把你的 一些资料 就存在云端了 那你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就可以很轻松的 走到哪里就用 那样的东西 就比较不用说 我还要找一次 不过的浏览器 有很多扩充功能 但是老实讲 最多的是谁 BiPhone 因为BiPhone 算是十字 它最多 那不过的现在慢慢 越来越多 那么 不过的呢 我想主要 比較有缺用 大概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这里 因为像 我不知道各位的电脑 记忆体是多还是少 老实讲 不过的浏览器 也还蛮占 记忆体的 如果你看很多网页的话 那每一个 虽然它速度很快 但是它还蛮占记忆的 那么 有些这样 你会不舍得关 对不对 因为关掉了 你也觉得 那个还不足以交入我的最爱 因为像现在大家的 我的最爱都还在用 因为这怎么加 永远都爱不完 对不对 因为你加太多 没有分离 那等于一步 用收信息比较快 所以 如果你有太多分页 你可能要看了 你可以试试看 保证商验证 Who many types 这个部分来讲 是在火屋上的 比较好 那在Google上的 虽然它比较弱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们来找一个 Google的首页 你看 好 这里呢 有没有 就是有一个 用Google 安装这种 所谓的 扩充功能 扩充功能 看到的好处 不用重新打 也就是说 我的应用程序 不用关键 你看我就把它加进来 然后安装 因为我们一般用火屋 很讨厌就是装碗 然后重新启动 但是Google不用 它就装碗 诶 好的 真的 在哪里 你看一下 你看右上角 有没有多一个 有没有多一个 有没有一个叫偷偷挂着的分裂 也就是说我今天 我为了加快我的起动速度 假设 因为我们现在软件不是都可以 你关掉 然后箱子打开 假设有之前是5个 那就同时开5个 但是如果你拍太多 是不是变得比较慢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偷偷挂着 按一下 你按这里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 有没有 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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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它就偷偷挂着 就是等你要的时候 我再把它载进来 就对了 当然 还是要注意一下 偷偷挂着太多 你还是要搞不清楚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適当的把它关掉 不要每次都觉得 直之无味 弃之可惜 有些分裂 你看点一下 那它又回来 有没有 只是 这个扩充元件 在Google里面 相对 比较弱一点 因为我是在火壶里面 我还可以分不同的资料夹 比如说 我可以等你 这是什么样的类别 那是什么样的类别 我就以后就分门 也会弄好 那在Google里面这个是还不行 不过 至少你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功能 这是第一个 如果这可能大家 平常会需要用到比较多的 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么 再来呢 这里 请问各位平常会有 需要下载YouTube的档案吗 好不好 有 那要怎么下载 可能有很多方法 那么 如果你用的是这个 的话 这个还不错 因为这个 扩充元件 这个呢 啊 附加元件 在这个 顾客的也有 欸 FaceQ 多一点 欸 没有了 我看一下 转到首页 有 有 有没有 这里 YouTube的档案 这个还蛮方便 因为它后生是 所有浏览器都支援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比 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那你就选好了 只有这安张 一样 好 继续 很简单 有没有 就这样成功 啊 这样而已 所以你接下来呢 你赞免的 去看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现在 如果我听到 所以我现在 现在总是比较方便 你不用设限 你提供 提供档才不可以做 好 进来就 看你要看哪一站影片 你这些附加元件 有没有 它第一次会跳一个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 安装跟下载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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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哪一种合适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就装下来 简单吧 所以 你这些附加元件 装的 就是放在你的哪里 隨身板里面 走到那里 还是继续用 它不会转到这台电脑 它还是在 隨身板的那个 版本里面 让你们大家了解 好 所以我想主要 会 用到这几个 那 像我刚刚还有介绍一个 也就是说 这个 如果你真的有用到不同的感觉 你想要重复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这个 叫 tap out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把你现在看的 那样就存起来 那我想可能这个 我就先简单介绍到这边就好 因为 副例要用这样很多 只是说 你找到你觉得比较适合的 我们大致上 这两个应该是大家 用到机会 会干涉 比较多 那么 最后 这个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 线上商店 诶 你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在看Google的时候 我开一个新的网页 新的 新的 各位特别介绍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 因为 现在呢 其实 网页的 这个部分 慢慢的有 朝应用程式发展的感觉 也就是说 我们平常在看网页是网页 应用程式就是有 应该要放在电脑里面 这种才叫应用程式 对不对 可是因为现在 就是说 整个技术一直在提供 所以 事实上 有越来越多的程式 不需要在自己的网页 攀装程式 你叫网页 这样就可以完 所以他把这个程式 进入程式 把这个程式 应用程式 要不要 那他本身 如果你也用 像刚刚有同学 用智慧型手机 你用iPhone也好 用这个Android系统也好 他们都有什么 就是有线上的那个复材 APP的 你可以从上面找人的免费 把他装起来 那这个就是那个概念 好 就是那个概念 你点一下就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有没有 那像我给各位看一个 像我在学东西的时候 我会用到这个 没有耳机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叫做Hinom 因为Google本来有推 它也是叫这个叫 Google browser Body browser 也就是说 你可以整体的互动 你可以自动 我都拿那个没有提的 你要把你的Google 系统打开 还是交换系统打开 你外皮打开也可以 那它还可以显示每一块 比如说我要进来 我可以滚到里面去 然后去即时的互动 即时的互动 那这个部分呢 你就可以把它装一下 好 对不对 不过你的电脑 必须要支援那个东西 叫做webql 我们看一下 我那个文字卡去哪里 好 文字不在这边 文字在另外一边 在这里 好 文字在另外一个 这里 嗯 这里 嗯 这里 有没有 其实Google本身有一个 只是最近它把它关起来 之后会有另外一个 网站带 他们两个都有用到 一样的技术 叫做什么 webql webql 那所以 这个部分可能要看 你的显示品 支不支援 所以我去这个网站 你可以看一下 看我拿去哪 我来这里 它本身是属于这个 我直接从这里 你找human 好 好 有没有看到 BIO 技术 human 点一下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是你常用的 我就把它加到Google里面 可是它事实上也是一个网站 所以其实你不加也没关系 因为你直接上它网站也是可以 可是它现在就是说 你看加进来之后 我常用的 就变到我的应用程式 那如果你点过去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看 它一开始进来呢 它会先检查你的浏览器 也没有支援HTML 所以你用Google的 或FiveBuds没有问题 不然就用到IE9 第二个 它会检查你的网页 有没有支援 我们这台有了 哈哈哈哈 我们这台可以有 你看 有没有关系 它有通过三项检定 而且我们显示感还可以做两颗星 像我自己也都做一颗星 哈哈 好 那你就可以 我可以做打包 可以做打包 好 我们看男生就好了 是不是 ранее så